我可以看到吗? 一家人在百慕大潜水 女儿朱莉从一艘沉船里 唠出了一个瓶子 她觉得自己肯定是唠到了什么宝藏 所以便开心的和家人炫耀着 但没想到在这过程中 瓶子突然破裂了 朱莉的手还被玻璃茶划了一刀口子 起初一家人都没太在意 但不久之后 朱莉就出现了高烧 呕吐等症状 家人慌忙的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豪斯了解了情况和分析 应该是当时船上的人们 都染上了某种疾病 而这个蜜蜂的玻璃瓶里 应该就有这种病毒 但这到底是什么病毒呢? 是否具有传染性呢? 看症状有点像天花 但又不是天花 为了安全起见 好似让助手先将朱莉隔离起来 随后助手在朱莉的关节处 检测出了天花病毒 于是他们立刻通知了疾控中心 但每一会儿 他们又在朱莉的腋下发现了皮疹 那这应该就不是天花了呀 但此时疾控中心的人已经来了 他们觉得自己不能白来一趟 所以便坚称这就是天花 随后便派人封锁了医院 还将豪斯团队赶出了病房 由于现在整个团队 没人接触到朱莉 所以他们便只能赶着急 还好豪斯从海事博物馆的资料中 找到了船长的日志 不过这个日志都是荷兰语 团队没人能看懂 而荷兰现在又是半夜 没人会帮他们翻译的 就在大家都犯愁的时候 豪斯兴轻车熟路的 从荷兰船人网站上找到了一个美女 在团队成员的震惊中 美女将一部分日志翻译了出来 船长在日志上提到 奴隶们可能是喝了不干净的水 所以才会一个接一个的病倒 助手觉得如果真的如船长所言 那当时的人们可能是因此引起了淋巴结合 就在豪斯让人去检查朱丽是否患了结合的时候 朱丽的父亲也出现了高烧头痛的症状 并且他现在的情况比朱丽还要糟糕 由于朱丽的父亲危险担心 所以豪斯决定冒险一事 他给朱丽的父亲注射了干扰素 但让人意外的是 这对病情并没有作用 反而还让病人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朱丽的父亲对家人进行了一番叮嘱后 便不治身亡了 这样的状况让豪斯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他开始陷入了自责和自我怀疑 由于豪斯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 所以急控中心的人便将他强行留在了病房里 助手们觉得与其在这儿等DN化验结果 还不如自己主动去寻找线索 他们又找到了那个荷兰美女 学问他剩下的日志翻译的如何了 美女表示 由于这些语言晦涩难懂 所以翻译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但现在他又知道了一个线索 那就是船长在之前的日志中提到 她的猫生病了 身体在不断的掉毛 女助手听到这儿觉得自己应该是找到病人所在了 船长的猫应该是染上了列克四体痘疹 这种斗疹会传染给人 但却可以治愈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 他便让豪死检查一下病人的身体 如果真的是这种斗疹的话 病人的身体上就会有交加 豪死一番查找后果然找到了交加 看来大家的推理是对的 他们连忙给朱莉注射了药物 成功环境了他的症状 因为不是天花 所以医院的隔离警报解除了 大家一直紧绷的弦也都终于放松了下来 故事到此结束 视频的最后 小莫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看这片视频的时候 临你左手边最近的东西是什么呢 快让小莫猜猜你在干什么吧 好啦 这期就到这了 喜欢小莫的记得点个赞再走哦 咱们下期再见啦